而跨入2023新年 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空袭警报就响起了 俄军不断的轰炸 气得居民在阳台上对着天空痛骂俄军 而乌克兰甚至在急落的无人机残骸上 发现俄文写的新年快乐相当的挑衅讽刺 而乌克兰的民众也在炮火当中 躲进了地铁车站举行新年庆祝仪式 而莫斯科取消所有的新年庆典 总统普钦发表了新年演说 他刻意正在一群军人前 痛批西方分裂了俄罗斯 合理化亲屋的战事 专家认为其实普钦 现在似乎还是没有停战的打算 俄罗斯国防部还暗示 将会在1月5号发动新一波的动员令 进入2023年不到半个小时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空袭警报又响起 俄军的空袭行动新年不停歇 继辅居民也不甘示弱 在阳台上对着天空高喊爱国口号 痛骂俄军 乌军一夜总共击落45架伊朗制五人机 在机体的残骸上还发现俄文写的新年快乐 乌克兰民众在寒冷和炮火中 依旧举行庆祝活动 只是地点换到地铁站 哈尔科夫的地铁充满了过节的气氛 有耶旦老人听小朋友的愿望 还有剧团为孩子们表演 基辅漆黑的火车站月台 一名军人拿着粉红色的玫瑰花 等待从波兰返乡的妻子 避走他乡的乌克兰人 纷纷在新年前夕回家团圆 乌克兰前线战事在枪林弹雨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敌军炮火还比以往更加猛烈 一名士兵在战壕中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 献给当天阵亡的12名同袍 俄军久攻不下的巴赫姆特 现在是乌克兰最血腥的战场 基辅士市长克里钦科 在新年的这一天特别感到前线为士兵打气 总统泽伦斯基发表新年演说 期望2023是胜利和回归的一年 俄罗斯总统普钦在新年前夕到南部军区司令部视察 他在温暖的房间内与军人举杯庆祝新年 普钦在预录的新年演说中 站在一群军人的面前 指控西方以制造冲突分裂俄罗斯 并合理化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莫斯科今年取消释放新年烟火 红场也关闭不举办庆祝活动 俄罗斯官方要民众过于这安静的新年 许多民众的新年愿望是世界和平 乌俄两国也在新年前夕 交换了200多名战俘 乌克兰释放了82名俄军 俄罗斯释放140名乌国战俘 他们大多是死守马里乌坡尔 亚速钢铁厂的军人 专家分析普钦的新年演说 认为他没有停止战争的计划 俄罗斯国防部官员甚至暗示 将在1月5号发出新一波的动员令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